特别插播一条新闻快讯 半小时前 龙飞集团董事长太帅先生因病逝世 享年89岁 太帅先生五七五子 生前成立下遗嘱 将4000亿财富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这是在哪 部组15平米的客厅 到处都是散落的廉价酒瓶以及烟头 发出难闻气味的泡面和混淆着烟酒的气味 这不是我60年前租住的出租屋吗 熟悉的一切 唤醒了太帅再会去拿60年间 一直挥制补群的伤痛及一本等的 游记临终前病房边让那些肤体震荡 以为这是死活灵魂回溯到了60年前的生前画面 我没等他多想 爸爸 悠悠很想你 你以后别跟妈妈吵架了好不好 别让妈妈带悠悠去外婆家了好不好 颤哪间 太帅我早离近 感受着大腿被女儿抱着的温度 太帅大脑一片空白 这不是灵魂的回溯 而是重生回到了60年前 悠悠 回来 前世火了89岁 却是整整愧疚了60年 要不是她的混蛋 妻子陈诺 女儿太悠悠就不会死 而更混蛋的是 哪怕当年的妻子死了 可恶 为什么你要拉着女儿一起死 直至半年后 在得知一切真相时 她才第一次到妻子的坟前祭奠 她整整哭了三天三夜 陈 陈诺 太帅 你到底要怎么折磨我们母女俩你才肯罢休 看着五天前被自己清扫地淡淡静静的屋子 再次变成自己噩梦般的景象 陈诺崩溃的大喊起来 太帅 我求求你 求你答应签子离婚好不好 我受够了 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 我真的会疯的 现在我已经需要安眠药来入睡了 你就高抬贵手签子把婚礼了 就当是放过我们母女俩好不好 她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真面片子 找到了值得自己托付一生的那个人 为此她不顾家里的反对放弃那些条件优渥的高富帅追求者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太帅 也就因为她的选择 还导致跟家里头决裂端绝来往 然而她万万想不到 她所选择的真面片子 却在一次创业失败后心情大变 变得许久适度 变得不思进去 变得甘当险余 还变成了一个少容不顺心就被她拳打脚皮的暴力狂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我不敢奢求三言两语就能原谅我 给我个机会 我改 你拿什么改 你怎么去改 狗改得了吃什么 改不了 永远也改不了 类似这样的话 你跟我说的字数低于一百次了吗 但你哪次过后不是变本加厉的 够了 我受够了 话声刚语一响 密集的脚步声突然从头道里响起 紧接着 诱惑 一家子这是齐整整的汗 你们是什么人 我说我们是散财童子 你信吗 你们是冲着太帅来的 高财生 你以为不接电话 咱们就找不着你了吗 你已经逾期整整一个星期了 连本带利二十七万了 是不是该还钱了 他借你们二十七万 没错 你是他老母吧 怎么 当老婆的是不是也得替你老公分担分担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要是敢把事扯到我老婆身上去 我豁出去不要命 你要弄死你 这一刻 前世的记忆迅速地在脑海中拼凑放影起来 前世的这一天 他就像吃丝狗似的看着陈诺平保戏 自始至终都不敢喷声婉拒 到最后 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才又获得了对方多个一个礼拜时间的宽限 然而面对二十七万的高利贷 就算给他一百个星期 他也搞不出来 就在太帅准备跑路躲债的时候 却被淘汰的给堵住 算你小子运气好 咱们两清了 而不久之后 陈诺也带着悠悠改嫁再婚 嫁给了一个公司的中年老总 这也让太帅彻底恨上了陈诺 觉得他之所以一直要离婚 是早就在外面勾搭上了有钱人 直至陈诺带着悠悠蹦击的半年后 他才知道 当初之所以会被那些报告放过 是因为当时那些人给陈诺打了电话 再不还钱我们就弄死太帅 陈诺为了救他 不得不向那位一直追求他的中年老总借钱 而代嫁就是嫁给对方 然而在我们之后 那位中年老总的恶魔嘴脸日界显出 变态的同志语 依依掩布和旧家宝 这些都是男人 悠悠出事后整整半年 太帅才知道害死争诺跟悠悠 是他 是他这个爱见到的 如今老天爷让我重回前世 我一定不能让那些再次伤害 一定 你拿个啤酒瓶五渣渣的吓唬谁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欠钱的是大爷了 给我打 先叫这崽子怎么做人 别打我爸爸 坏人 你们这些坏人不准打我爸爸 就他那种人渣 给给给 大哥 再给我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 我连本带利一分不少都还给你们 好 一星期 一个星期后见不着钱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这些恶棍来得快 去得也快 出租无礼 只剩太帅跟一脸冷漠的陈诺 还有哭提不止的悠悠 悠悠乖 不哭 爸爸没事 我上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念 才会选择相信你 嫁给你 陈诺根本不给太帅说话的机会 接着说 27万的高利贷 呵呵 你就做吧 如果你还是人的话 那就把这份离婚协议书给掐了 前世太帅因为自己的磨脑 所以才选择了签下离婚协议书 这一事 老天给了他一个重回当年的机会 他要做的是名 老婆 欠的那27万 一个星期后我会还上的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赌 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相信我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可以吗 你现在是吹牛都不会脸红了 27万 一个星期 你拿什么去还 继续去赌吗 去赌场里一夜暴富吗 比如说27万 两千金你都找不着 哼 行了 说这些没有半点意义 签字吧 给我一个月 如果一个月后你还看不到我的待命 到时候你要是坚持离婚的话 我再签字 一个月 最多三天 你就原型毕露了 你觉得有必要吗 有 就当是为了悠悠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后你就愿意签字离婚 是吗 如果你还坚持要离的话 行 也不差那一个月了 前提是你最好在那些欧棍手里活下来 我不去外婆家 我要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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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外婆家 看着陈诺跟悠悠那离去的背影 太帅心如刀脚 造孽 真的是造孽 三个小时后 得拿着178块 在一个星期翻成27万 才能挨过这一关了 太帅大脑快速运转起了生子的指头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无疑是痴人说梦 很快 一道灵光从脑子里闪布 6月19号 前市的今天晚上 市中心那边举办首个灯光展 展会上会在灯光穿插出一个关于爱情的浪漫主题 由于第一晚不知道会出现关于爱情的浪漫灯光主题 所以第二晚 马上就有了伤机敏锐的花贩子 提发市场上 一块钱的玫瑰花 在那天晚上被花贩子一事快一只取得住 不过这种疯狂暴力也仅仅是维持了一天而言 第二天晚上 前去卖花的人就差了一笔灯光展 现在是下午4点 灯光展8点 那个关于爱的浪漫主题 10点展开 没多少时间准备的 重生回到60年前 我打算靠卖花赚低桶金 由于时间已急速在处理的原因 批发市场里 本来一块钱一只的玫瑰 硬是被太师的沙价杀了 最后 以兜里纳一百多块 足足买到了三百只玫瑰花 他举到市中心灯光展现场时 关于浪漫爱情的灯光展 已经开始了 出于没有竞争对手的原因 看到了剩下一大堆的玫瑰 马上就要被向前引起来询问 10块一只的玫瑰 顿时成为现场最强手的玩意所在 顶多一块钱的玩意 卖到十块都还不带被奖价的 这是奸商啊 可惜本金不够 不然赚个万八千的都不成问题 灯光展结束后 带着微信额里也有整整三千块钱 陈诺 悠悠 等我 既然老天爷让我有幸重生一遭 这一事 我一定许你们一事无上容量 江桑某安置房内 那个废物签字了 还没 还没 他没签字你回来干什么 你还想让我养你跟你女儿一辈子吗 外婆兄 外婆坏 我不要跟外婆玩 小白眼狼 那你就给我滚蛋 吃我的喝我的助我的 你还敢骂我了 妈 你怎么说话的 哼 你这么骂他合适吗 要不是你这个瞎了眼的东西 当初非要嫁给那个废物 现在至于沦落到这地步吗 当初追你的那些人 随便拎一个出来 哪一个不比那个废物 强百倍千倍 当初也要是选择了那些公子哥的话 也现在还用遭这种罪吗 咱们家现在还至于是 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吗 妈 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过分了 我解释嫁错了人不假 但他怎么就成了咱们家的累赘了 他是少给了伙食费 还是水电费 你说话能不能凭一下良心 耶 你是想气死我吗 够了 你妈说的有错吗 如果你姐当初跟那些公子哥的话 她现在早就大富大贵了 连带着我们一家子 都过着好日子了 让他们待十天八天的没事 但还能让他们待一辈子吗 爸 妈 都别说了 我这就收拾东西跟悠悠走 你别管他们说什么 你就继续跟悠悠住在这 趁懦没说话 自顾自的迅速 收拾起那并不多的衣物 姐 能不能凭我的 你离开者 继续回出租屋吗 继续被那个畜生欺负被他打 好 我知道你为姐着想 姐谢谢你 但爸妈说的对 我跟悠悠在这 就是个累赘 话罗 脸带着悠悠离开了 姐 姐 姐 你听我说 见状 陈好连忙追了出去 至于刘雪芹跟陈建国 则是冷横着目送这娘俩的离去 半句挽留都没有 姐 你能不能冷静点听我说几句 以你的条件 哪怕是二婚都能找到你那个畜生 好一千倍一万倍的 就那种畜生 你不赶紧跟他离婚 还等到几时 不是我不想离 是他不肯签字 他让我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后 如果我还坚持要离的话 他就签字 开什么玩笑 一个月 再给他一百个月 都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心 不就一个月的时间呢 这么长的时间我都熬过来了 也不差这一个月了 好 一个月 我就再给他一个月 到时他要实在不肯签字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咪咪啊 半个小时后 陈诺带着悠悠回到出自屋 没打开 他下意识地以为自己的进作物 焕然一新的景景又挑逐 说是一尘不染都毫不夸张 每一个角落都是那种干净利落 哪些男们的恶臭味更是荡然无足 这 这是那个畜生打扫的 怎么可能 妈妈 这真的是我们家吗 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没走错门 悠悠 此时太傻也走了进来 六十年了 整整六十年了 过去那六十年 他无时无刻都想着他们 悠悠 你不是跟妈妈去外婆家了吗 怎么回来了 爸爸 外婆外公坏 他们骂妈妈 还骂悠悠 妈妈都哭了 悠悠自然不懂什么话不敢说 就一下子把话给说了出来 悠悠 不要瞎说 不忘了 占实难缠 每次一听到悠悠说被外公外婆骂 都扬言要去宰了他娘家的人 虽说知道太傻也只是口喊一响 但像他这种人 谁敢保证 不会借着酒精赶出疯狂的事来 你爸妈又欺负你跟悠悠了 除了你 没人会欺负我们娘俩 以后别去寄人理想 咱们租的房子 又不是没有房间 昆雨老丈 你和丈母娘是承诺子 没人比他帅更清楚 哪怕承诺不说 他也知道承诺跟悠悠在那边有多憋屈 纠正一句 这是我租的房子 不是咱们租的房子 但你放心 虽然是我租的 但我跟悠悠也是回来住一晚而已 明天我就带悠悠出去 悠悠不要出去 悠悠要跟爸爸一起 爸爸 你今天晚上去干嘛了呀 为什么现在才回家呀 爸爸去卖花了呀 像他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放下身段架子去卖花 哪怕他一直以来都赔不上任何的身段架子 哪怕他有始至终都是一个loser 但活在理想世界中的他 就从来没有认清过自己 爸爸 你去卖花了 花呢 悠悠可喜欢花了 没花了 花全都被爸爸卖掉了 全都卖掉了 那爸爸不是赚了好多小钱钱吗 爸爸赚了两千八百 差点三千块 哇 爸爸好厉害呀 太帅 你撒谎诚信了那套用在我身上还不够嘛 还要用到悠悠身上去嘛 你是想让悠悠 也跟你一样长大后 成为一个满嘴谎言 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嘛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陈诺如心 我能算是断去卖花 我知道我以前混蛋 知道对不住你 但你就 够了 我相信你 相信你卖花赚了两三千行步 但这又能怎样 一个星期的期限 二十七万你拿什么去还 别说是两三千 就算你一天赚两三万 一个星期也不够 说完 不再给太帅任何开口的机会 带着悠悠快步走进了房间 框档 一声 分门繁琐 站在原地 太帅久久没有动弹 想起过去那几年的所作所为 他对承诺如今的增和言物 毫无办理的原因 相反 他还极其理解 没错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在一个星期赚到二十七万 还上那边 没记错的话 前世的明天 鲤鱼中心有一场演唱会 几名狂热的追星粉丝 因为遗漏了门票 到最后 为了能进去看五项的演唱会 顾兮花一万一张的价格 从别人手里 买了票价五百六的演唱会 不能停 太帅起了一个大早 先是给跑出去 给悠悠买了一个儿童早餐回来 然后又睡到跑去市场 买回了鸡蛋 粉肠 瘦肉 猪肝 葱 还有某个品牌的带装棉条 为了让这母女俩能多睡一会 太帅的每个动作都是小心的一会 生怕把母女俩给吵醒了 几个太帅的前脚离去 陈诺跟悠悠也醒来了 哇 妈妈 是薯条 是爸爸给我买的薯条 陈诺却没有回答 看着餐桌上那碗热气当中 散发着极其熟悉香味的早餐面 太帅为了马上从事去天狱正清 毕竟演唱会是晚上八点才开始 所以现在过去 半点都没了 太帅把目标转向了岭南谷外长 那儿 类似于净程的潘甲园 说是古玩 更多的 则是现代加工 用来忽悠冤大头的艳朵 当然还是不乏些 真正被人忽略的狼狼原因 至少时不时都会有人在那里 买到误超所值的玩意 以前的太帅 去过不少自古玩城 但都是奔着夜宝 捡漏行李 结果确实一次次地 找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但这次 太帅的语言是一个先知己 在那时无惧性的 对记忆中 他记忆了 坚实有人在古玩城 用三万块钱 就能解决 老板 清朝乾隆年的通宝 要长长两步 哥们 大清王公府里出来的花瓶 有兴趣吗 给价好说话 善哥 瞅瞅我这摊上的家伙 都是好东西 看有什么满意的 兄弟 接二个大清早的 咱不足赚多少 就图个发誓开张 民国时期得到高僧开光过金刚 摆在家里指定财运风筒 只卖三千 看卡布 不入骨玩场 由于大清早的 奔着简楼来往人并不落 有这些玩意 还用得着在这邀和叫满 你说是前世后期累积了 四千余人财富的超级大横太帅 就算是前世早期那 但太帅都不太相信 就算能在古玩城里解决 也绝对不会是那种叫让的 出于什么潮 出于什么王宫贵族府邸 至于能财运风筒的转运路线 更是扯的 来到每个他们以前 太帅都不足够的影响 然后一眼 把他扫量其他没人的钱 再发现没有自己想要找的 大东西后 又转到下一个摊位 太帅都还没发现 那傻子又回来了 自自 瞧他那脸上 就差没把我要捡漏 这四个字写出来了 就那贼没熟眼的呀 还想着捡漏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最凡这种傻十三了 要是古玩城少点这种二货 咱们的生意也能好作些 可别这么说 人家那不也是 给古玩城的人气做贡献吗 看到太帅的身影在出现 鼻声切语的一吻声纷纷四起 甚至太帅还听到了不少 那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残阳如雪 日影西行 难不成前世那家伙是吹牛的 看他说的鼻子有眼 而且还能把细节说出来 不像是胡舟的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眼角如光 突然看到 边上距离两三米的他没探住 怎么把那玩意给忘了 紧着那位探主的自语声落 吓一口 他从里头套出一场红色的 麻烦把这佛珠手串给我看看 有水鱼游过来了 可抬头看到是那个 从早上晃到下午的台帅 我这可不是寻常入见 你要是不打算买的话 最好还是别看了 省得不小心刻碰到了 就要说我讹你 打不打算买 我不得先看过东西 存 那你看吧 太帅仔细地眼着那一颗颗佛珠 端想起来 这个路是真的 前世那人没吹牛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为了一周内田上高跑 我到古玩城 寻找天价佛珠手段 随着他不知道 这条佛珠手串到底是什么来的 可入手后那种厚重的感觉 明显就绝对不是 省不值钱的打眼户 看完了没你 买不买 不买的话拿回来给我 多少钱 看着有点差了 太帅竟然会问奖 五万 五百 卖吗 梦想有多远 你就滚多远 太帅并不动 也不意外 毕竟这佛珠手串在前世 可是被那人花三万能下 锁定了佛珠手串在哪 太帅不再多留下去 此时的体育中心 已经人山人海了 无数粉丝一堆一堆的检票进场 随着里面的检查 进入完场阶段 要票吗 我这有 七区的座位 是也好 性价比高 要吗 美女 要票吗 样仔 之前那男子逮着人就问 一连的着急 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当黄牛 越临近开场 卖的价格就越高 之前有人出翻倍的价格 他都不肯卖 一门心思想着至少要放个三四倍 殊不知这等着等着 其他同行都一连满足地收工了 而他手里头还钻着纳柳张照 同行不是说等翻三倍吗 我这是被忽悠了 这可怎么办 手上的票 卖吗 这是 一道声音从他耳边响起 间隙黄牛激动地差点没哭起来 卖 哥们 你要多少 你手上还有六张是吗 全要了 多少钱 上面的票价是五百六 你全要的话 三千给你 两千八 行 我卖 演唱会的倒计试 已经在地狱中 亲密头呼啸 黄牛前景一走 几名男女脱脚出现 帅哥 票卖吗 不卖 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前世跟黄牛买到的底价 都怪你 我说先别去酒店 先别去酒店 你们非要去 这下好了 票不见了 那是我想的嘛 我要是知道混动都票 我怎么还会去 我从初中到大学 一场都没落下过 这下要缺席了 都别说了 赶紧想办法弄票去啊 这个时间点演唱会都开始了 还怎么卖 现在估计找黄牛都找不着了 几个女生一边着急的四处 张望着寻找黄牛的身影 一边相互埋怨到这些 不过 太帅却没主动上前去读手 帅哥 票卖嘛 我们可以出高价跟你买 不卖 我约了朋友 一千一张 六张六千 行不 说了不卖 再说一千一张 费了老大进步说 还是从别人手里 花九百一张买的 一千卖给你们 开什么玩笑 两千 两千一张行不 不卖 我也不是我自己的票 还有我朋友呢 此时 提众信里头 已经传出了 他们偶像男生的画手 以及那珊瑚海啸般的 王热银闹之下 五千一张总行了吧 赶紧卖给我们好不好 五千 六张三万 这价格绝对卖得不 不过贷帅还是挑逃 因为钱是这几个女的 花一万一张卖下来的 说了不卖啊 这要是卖了我 怎么跟朋友们交代 一万 一万一张卖不卖 我可告诉你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 一万一张 对 这是咱们能给的最高价 卖不卖 不卖 咱们就走了 那 那好 我卖 回到出租屋 多出意外 陈诺跟油油饼不在 餐桌上 那本买当劳已经不见了 但那碗早餐面还在 一动都没动过 很显然 陈诺是想跟他彻底画分接下 陈诺 等我 我一定会证明 给你看 太帅的身影再次出现 要不完成 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再死住慌 而是直接去到了 佛珠手团的那他没钱 怎么又是你 那串佛珠手团 多少能卖 一小子纯心倒塌 是吧 五百卖布料 拿凉划拿呆着去 这串佛珠 好歹也是我花的 小一千收回来的 那你倒是开个价呀 别说什么五万 咱也不是第一次 到这古安城买了 得 诚意的价是吧 这串佛珠的卖相根质地 还有纳手感 以及这被香火熏出的包浆 一长眼就知道 是从事庙里头出来的 你要是想要 三不 两万 两万拿走 少一分都不卖 对于这个下面 这些古安城的摊主 更是叫一个清抽熟路 不过之所以从五万降到两万 则是这摊主并不认为太帅能买得起 所以只想赶紧把这次给打发走 两万 行 给我 我要了 什么玩意 你真的要买 就刚才他们都还在一轮着 昨天那傻十三会不会继续来晃 没想到不仅说曹操曹操到 还要掏两万去买这卧珠手 在他们认为那玩意 撑死就值得一两千的而已 两万是吧 我扫给你 啊 没错 财神一样 两万的买卖 净赚一万就啊 昨天他们还以为 只是要捡漏的傻十三 然而这转眼就成了他们日盼夜马的水渊打扰了 与自同是 一名中年和一名夜马三十来四个男子 一往太帅这边走了过来 孔伯伯 咱们至于来这种地方吗 老爷子的大寿 难不成让我来这儿给他挑寿礼 这多寒碜啊 传出去别人得怎么笑话我 我又不是掏不出钱 犯得上吗 景田啊 你还是不了解老领导 他喜欢文板 尤其是那些能盘的文板 但却不喜欢那种昂贵的玩意 用他老人家的话说 那就是思想的败坏 老领导青年一生 你要是真给他买那些价格不菲的 他转头就得骂你你信不 所以啊 还是到补完城里 挑点品相好的物件就好 主要是看着舒坦 耐盘就成 把你再要是 让咱们给捡漏的话 岂不是更加美哉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终于把天价佛珠手创给买下来 然而下一刻 怎么了孔伯伯 孔成没有运生 双眼紧紧盯住 太帅手中的佛珠手创 年轻人 能把你手上的佛珠手创 让我看看吗 你说的是这个 对 没错 能让看看吗 行 看吧 那位一两万块价格 卖手创的胆主 也皱起了眉头 还有边上附近的几名胆主 一如子 难不成这条佛珠手创 还真有什么爱的 这怎么可能 孔伯伯 这佛珠手创怎么了 金刚寺的罗汉猪 真的是金刚寺的罗汉猪 这罗汉猪又是怎么回事 纵使前世活到了八十七年 也从未听说过 孔伯伯 这有什么来头讲究 很值钱吗 相传六十年前 金刚寺的红衣高僧 为了纪念罗汉 金刚寺后 愿哪颗百年坛数的树枝 整出了这几枚佛珠 而后的几十年里 这串佛珠 形影相随 每日与这串佛珠 置身于香火 中送金物蝉 直到二十年前 作画原价 十年前 我陪老领导去金刚寺 跟方丈注视论禅时 方丈不经意忠才 提起这串佛珠手船 老领导当时还问 要不要他想办法找人寻回来 哎 方丈却是摇头 红一高僧的佛珠手船 不能以钱而论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 这就是一串寻常的佛珠 可在老领导眼中 却是无价之物 这些年一直有在寻找 可惜都没那个机缘 老板 五万 五万把这串佛珠卖回给我 此刻摊主已经回到了基点 他没想到自己下达的故事 竟然成真的 就凭红一高僧这个名字 此物件就不止价值二十万 哥们 三十万 卖给我 成吗 孔承并没有阻止张景天 如果换的是其他物件 哪怕真的有价值 他也会阻止他去买 因为这是老领导交代的 但是跟佛珠手船 他不想阻止 此时太帅自动忽略了那位摊主 三十万 前世那人可是以四十八万卖掉的 眼前这买主 明显不是前世 买走佛珠手船的主动 把这佛珠手船卖给我 全当我张景天欠你一个人情 如何 太帅再听到张景天这个名字 顿时为之一了 这名字怎么听得有点熟悉 马上 鸡的碎片快速在脑海里拼凑起来 陈诺 你怎么搞的 你还想不想干了 让你拿咱们的产品 去找云仙马路公司 进行推广 怎么现在对方推广的产品 成了咱们竞争对手的了 这就是你的业务能力 之前陆海涛对陈诺的态度 无疑是全公司最好的 当然了 之所以好 无非就非奸 乞讨 听说这娘们的老公 是个不折不扣的废人来 这一让万大几几的 他自然而然地 垂陷进了承诺 奈何无论他败的云子 承诺自水 逃避他的死互要远 甚至还要绝对 跟他之间的军 陆总 一线网络之所以选择 咱们竞争对手的产品 是因为咱们的报价 比对方高一成 如果咱们的推广报价 都比竞争对手低 那公司还要你来干什么 云仙公司 跟咱们合作了大半年 怎么洽谈任务 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就黄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接下来 不能搞定 跟云仙公司那边的推广河头 你就卷铺盖走人 滚蛋 是 陆总 带着这份成功锐技术的合同 走出办公事 反复的时候 再也直不出现人类下 落棍魔鬼般的账网 让他造成白眼的抚目 刻意针对小长的事业的上级 都说完为人 为什么自己这么命苦 那些过往的记忆 依然在太帅脑海中 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 张景天 有个前江州市府支主的爷爷 有个建筑公司董师长的父亲 一手创办了不久后 封你全网的云仙网络公司 让太帅记住这个名字 是前世的一次热搜 其实是一名女主播 张景天在那位女主播的半推半救 把对方给抢上了 却不知女主播 早就在家里装着摄像头 把全场落下来 正是那位女主播 不仅毁到了张景天 海连带着把她父亲都给毁了 正因为那次所谓的强暴事件 张家的怜音种种也被翻了出来 其中就包括她父亲的建筑公司 被爆出关于市政民生工程的头皮钱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 几年后 张家的事才被人评仇 张景天的强暴是被设定了 是人为的故意陷害 想到这里 想到张景天 是要拿来送给那位青年一生 被受万众爱戴的爷爷 太帅也不想再在家里长着他 虽然这佛珠手创的价值 应该不止三十万 但我也懒得在折腾 三十万就三十万吧 怕 我这就给你转账 景天 怎么了 空伯伯 我忘记带钱包跟手机了 啊 这 空伯伯 你看你能不能 别看我 我存折本子里总共就几万块 而且还是在家里 哥们 你看 要不你跟我回去拿钱行吗 又或者是你给我个卡 我回头再转给你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张景天都耐不住连活 对方有多傻子肯答应自己 算了 银行卡我没带着 提供不了卡号给你 这样吧 你回去把钱准备好 完事再给我打牛吧 我直接过去 去就行了 大家都省事 这货 这货怕不是傻子吧 等对方拿了东西回去 咱们可能还会给钱 这满世界的 哥哪找人呢 你就这么相信我 就不怕我赖账我给钱 看你不像是会赖账的人 没有比这还倾强的理由 张景天都觉得眼前这位主 太大娘的屈膝了 空伯伯 你说那家伙是韩室 韩室屈膝心眼 景天啊 那条辅助手串的价值 不止三十万 应该说他知道 价值不止三十万 那他还卖给我 从微表情上看 他一开始是不打算卖的 但我注意到 他听到你的名字后 才改变主意的 我也不认识他 印象中完全没这么一号人啊 他图什么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把简陋来的辅助手串 卖给网络公司大门 并让他欠下人情 张景天的速度宽宽 主要是对他这种主来说 欠名投百姓的钱 实在太难受 太先生 钱准备好了 你方便过来 云仙网络公司拿钱吗 方便 云仙网络公司是吧 我现在就过去 陈诺并不认为 喝他会有续剑的可能 但是 哪怕希望再渺茫 他也得试试 不然卷铺开左人的事项 如何养活悠悠才试试的 怎么又是你 赶紧滚蛋 杨经理上次吩咐过 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 我不找杨经理 我找张总 找张总 听到陈诺是宠大boss来的 还一下子适应 你有预约 没有 没预约 你还想见张总 谁当张总是谁都能见的 赶紧滚蛋 这不是陈小姐吗 杨经理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不急 你先忙你的去 我跟他说几句 陈小姐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 就又见面了 杨经理 咱们公司的美中产品 一直以来都跟云仙网络 是良好的合作关系 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延续合同的事 考虑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不过呢 倒也不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什么回旋余地 忘记我上次跟你说的了 跟我出去吃顿饭 共度一晚 合同什么的都好说 如何 你做梦 虽说眼下这份工作关系 倒自己跟悠悠的生气 而且合作钥匙缠了 他也能拿到提成 我要见张总 我要跟张总谈 如果张总拒绝合作的话 那我就死心 你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吗 真以为你那是金的 我不比你那个废财老公强多了 李 你敢打我 众目对盔下挨了这么一劲 想要耳光的杨力 彻底发狂 还是做 上网上回去 就在陈诺已经认命了 杨经理 杨经理 怎么是你 你在跟踪我 不速之客 不是别人 正是太帅 此刻 陈诺并不认为太帅的出现是巧合 而是先入为主的 因为太帅是在跟踪他 我说是巧合 你信吗 你说我信吗 你是谁 我是他老公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你就是这货那个废财老公 来人 给我把他抓起来 报警 是杨经理 杨经理是吧 报警可以 但你最好确保我进去后就出回来 否则我跟你死客 光脚不怕穿鞋了 你可懂 你这是在威胁我 是用 爸爸 太先生 你到了没 到了 就在你们公司大堂 不过你们公司的人要报警抓我 杨满意 有人要报警抓你 你等着 我现在马上下去 张经理虽然跟太帅是凭水相红的买卖关系 但因为佛珠手传的事 他可是自己去挪过检队帮一个人情的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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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跟这个废财通话的是张总 怎么可能 像那种烂人 怎么可能会解释张总 太先生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谁要报警抓你 张总 我刚才一进来 就见到你们公司的杨经理 要打我了 我就赶在他动手之前 给了他一酒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张总 张总 你别听这废物瞎说 我 你只管说是 还是不是 是 连女人你能动手去打 你这是不拿一线网络的名声当名声了 张总我错了 太先生 不好意思 是我管理不到位 还请别往心里去 您就是太先生的爱人吧 抱歉抱歉 没关系 张总 话了 陈诺便立即做 转而把自己的爱人说得吹 画星商贸 云仙网络不是一直跟你们合作着吗 不是一直在推广你们的产品吗 张总 十天前咱们跟云仙网络的合同到期后 你们云仙网络就不跟咱们画星商贸续约了 转而推广起我们画星商贸的直接竞争对手 还有这是 张景天的目的还是在云娘 因为这是他一点都不知情 张总 我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 要比咱们给出的价格递成 但咱们商品是有绝对保证的 跟你们合作了这么久 想必你们也清楚 那张景天刹难一成的钱吗 还有 这是有蹊跷 杨迪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 张总 我 我 我承认我糊涂了 只顾着笑意 不过咱们跟对方签的是临时合同 临时合同 这不是明摆着给自己留一手吗 这是糊涂 陈小姐 你找杨迪就去合同仪式展开交流时 他是怎么说的 听到张景天这么一问 杨迪瞬间腿软了 杨经理说只要我答应陪他 他都跟我需签推广合同 不然免谈 杨迪 公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却马上给财务部打电话 立刻结清杨迪的薪资 是 是 张总 张总我错了 张总我错了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张总 张总 快点让他消失 OK 陈小姐 对不起 是我疏于管理了 没事 张总 那咱们 咱们能重新启动推广合同的续签了吗 当然 现在就可以签 我亲自签 太好了 太好了 陈小姐 你拿去四楼的商务部 让他们落张就行了 喂 这里是三十万 数数 不用数了 我相信张总 张总 谢了 谢我什么 不是应该我谢你的吗 谢谢你帮我老婆结尾 签下那份合同 至少他能顺利回去交差了 太先生 我知道那串佛珠不止值三十万 相信你也知道 不过趁着你这耍快见 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来找我 本来打算走自太帅听到这话 张总 你们公司旗下 是不是有不少美女主播 对 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想跟张总说一声 诱惑的一面往往都是陷阱 射字头上一把刀 所以张总在迎向诱惑的时候 最好留个心眼 预防一下陷阱 别让自己栽了跟头 太先生 你什么意思 云贤公司的女主播不少 想跟她为爱鼓掌的 更加不少 但跟她没有见不得光关系 只有一个 那就是旗下的头号女主播宜 难不成说你会给我下套 怎么可能 没什么意思 就是看张总的印堂 不太对紧 直觉张总可能会深陷套花锦 不过信不信在于张总 合着你还会算命 还是那句话 信不信在于张总 先到辞了 走出云仙网络公司后 别怪我不提醒你 张总可不是你在外面认识的那些人渣百类 你最好别把肚子里的坏水使到他身上去 否则恐怕不用那些高炮的去收拾你 你就已经完蛋了 路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离我远点 关心你 你想多了 我只是在离婚之前 不想你出什么意外而已 就在这时 你好 哪位 请问是陈诺女士吗 对 是我 您是 您好陈女士 我们是岩浆派出所的 你弟弟是很好 因为斗舞伤人 现在被拘留在咱们岩浆派出所 由于伤者家属 现在也在咱们派出所 你最好现在能马上过来一趟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怎么了 我弟弟打伤了人 现在被关在派出所里 真诺条件反噬的脱口啊 不关你的事 只要你能离我远点 别来打扰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 谢谢 OK 老板 你好叔叔 我是陈浩的姐姐 我能不能见见他 陈小姐 你先稳定一下情绪 这个阶段 你不能见他 不过 你现在可以跟伤者家属 进行协商和解 如果能协商下来 陈浩马上就能被释放 对不起 我是陈浩的姐姐 是我弟弟不懂事 打伤了小可爱 还请你们能高抬贵手 放我弟弟一马 对不起有用的话 那还要叔叔干什么 我弟弟脑袋上 可是缝了七针 整整七针 一听到陈浩是打破了 对方的脑 还弄了七针 沉落腿一软 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不好 没有好好管教他 回头我就带他去认错 求你们高抬贵手 放他一马好不好 急需认错道歉 就想完事 要不你都伸过来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是不是那样 你们就能放过我弟弟了 我们是良好市民 不干这种事 行了 别废话 所谓的和解 无非就是想要钱 说吧 多少 听到太帅出声讲话 陈浩顿时急了 扎啥吗 他能不知道 对方就是想要钱 但现在这种 一球二白的处境 他去哪里找钱啊 太帅 这没你的事 你给我滚 赶紧滚 看来你的确是个明白人 我也不管万末奖了 拿十万块出来 少一分都得让那小子留万底 陈浩再次合一个 十万是吧 行 给你们 没怎么承诺去爱情对方退让 太帅果断的印下道 我 我突然想到 十万还不够 我弟弟的营养费 精神 这可是有监控录音 你再说下去 那就是敲诈兴臣 到时就不是我们追不追究成功 而是我们追究呢 十万就十万 那个废物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不对 去云香网路公司的时候 他还是空着手的 那的牛皮包是出来后才有的 难道这钱是张总给他的 陈浩联想到了 电影电视剧的那些情节 是太帅帮张景天 干了什么贱不责人的事 让我这些钱是张景天 他的黑警酬劳 别瞎琢磨 这些钱的来路不肮脏 是我昨天在古安城那里 捡了个漏 正好碰上张总 他出三十万跟我买了下来 让我去他公司取钱 没想到在他公司遇上 我真的不是跟踪你了 捡了 就你还能在古安城里 捡到价值三十万的漏 风水轮流转 脾气太来 你果然还是想着夜暴富 姐 怎么是你 说 你为什么要打人 吃那杂碎羞辱三脉 说他认识不少大老板 可以牵线让姐你去当什么小三 陈浩情绪激动的嚷喊起来 真的我眼力气哄起眼来 你过来干什么 给你三秒钟 马上消失在老子面前 不然老子弄你个小可爱 我跟他是正好碰见的 不过要不是他 你现在还没能被师放出来 怎么 合着还是他救了我 对方家属要十万块才愿意和解 那十万块是他掏的 啥玩意 就太帅这种人渣 他能掏出十万块来 叔叔 麻烦你们去帮我 把那十万块要回来 还给这个人渣 你们把我关回去吧 不是 你把居留室当成什么地方了 你愿我们怎么去帮你要回来 好 你疯了是不是 赶紧跟我回去 你那十万块老子会连本带西还给你的 别以为老子会感激你 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姐 老李 听说你要买房了 往哪买啊 打算去西城 拿尔新开了个楼盘叫金灵 明天开盘 七千亿平米 那儿不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带吗 据说什么配套都没啊 你也去买 我知道 但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家里头的情况 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远远听着那几名民警的交谈 准备离去的台湾一下子愣住了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无意听到鼠鼠聊天 想起了第二桶金的方形 这是想把我王子李长 最后四十相当上 他直接在电脑上登陆 进了一堆信 宝贝 抽贡到我住处来 半个月末长过你的滋味 另外 抓紧录视频去威胁张景天 别再傻心眼跟我玩推脱 否则别怪我把你那些 见不得人的视频照片捅出去 让全世界都好好 见识见识定 由美女带货主 我想将你个巴拉 亲爱的 赶紧去洗香香 我洗完了 看到这一句 李依瞬间显入无限激动中 他知道这肯定是张景天 找过来的人物 说 张总 他说那些视频 还没给任何人发送过 也没有备份 全都在电脑里 张总对不起 求你放过我 我是被林河那个王八蛋逼迫的 张总 怎么处理 你吩咐 搁几个照办 问林依依肯不肯出面指挣那个杂碎 她要是愿意的话 就到此为止 她要是不肯的话 你们就让她知道后果是什么 看 张总 张总 有事 泰先生 你真的会算命吗 听了你的提示 我在那女的房间里找到了摄像头 如你所说 这是一个陷阱 多亏你了 不然我真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张总这不没事 要不这样 中午咱们找个地方吃饭 顺便我给你介绍 化形商贸的老总 本来泰帅是向本能的去拒绝的 但听到给他介绍化形商贸的老总认时候 他顿时改变了主意 行 不过等我交完购房定金鲜 泰先生 你真的确定要在这买房 我要是说三天之后 这儿的房价至少会翻五倍 你信吗 就这 翻五倍 开什么玩笑 别说是三天 三年他都翻不了一倍 看在一场缘分的话 你要是相信 可入手几套 就这种被全世界所遗弃的楼盘 能会在短期内升值 开玩笑 欢迎光临精灵府 不知先生是想要买房吗 一见有人进来 售楼小姐马上欣喜地迎了过去 毕竟是开盘首日 这冷冷清清的场面 总算是烧点尴尬了 我要两套 好好 先生你稍等 我马上去准备认购合同 泰先生 你要一次性买两套 根据他的调查 探算是穷光弹一高 也就前天在古完成的检楼 才从他拿得到了三十万 我要是有钱 我会把整个楼盘都盘下来 可惜现在只有二十万 只能交两套的定金 这是啥操作啊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计划了 泰先生你好 我暂时不交数付款 只交定金 而且定金认购书 可以进行转让他人 另外 不管房价上涨或下跌 到时咱们都得按认购书上的价格来 你们不可以进行调整 有问题吗 太帅这话一出 首楼小姐傻眼了 认购书转让只能理解 但这个房价不可以进行调整 只有是几个意思 难道觉得金银会在进行会场 大会场 怎么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泰先生 这个恐怕我得去问问 才能给你答错 行 不找 泰先生 你真这么赌兵 信我你就试试 泰先生 老总答应了 但是七天之内 您需要加齐全款或者首付款 否则定金协议作费 且不予退还 可以 也给我来两套吧 也按泰先生说的来 成吗 好的老板 张总 不多来几套 嗨 两套就好了 虽说几十万套无所谓 但他的钱也不是大不挂来的 就是看他帅纳兄有成熟的样子 他才甚是鬼差的小个一把 再受了我们工作人员的相送下 泰帅跟张景天各自带着两个顶巾认出走了出去 泰先生 虽然二十万对我说不多 但这可以说是我干过最不理智的事 理智可以吃吗 其实张总应该更勇敢一点 比如一次性交十套定金 毕竟没有限购艺术 开什么玩笑 要是房价涨不起来 就这种地方 降价转手都没人要啊 泰先生 香榭丽社虽然说不是江州最顶级的西餐厅 但论高级程度 没几家能比得过 看到太帅在打扰着周子的说话 他还以为太帅这是刘姥姥警打官员 老太老不知 香榭丽社是前世太帅的差 并且打造成全国最高端的西餐厅 嗯 这位是 太帅愣住 这不是前世那位瘸子见小旷人 在太帅的济世纪长河中 有位深藏共有名的慈善旁人 15年间整整改了100多所山区埃及的学生 私住了超过500名山区学子读大学 是一名极其低调的企业家 但在一场杀车式零碎的车祸中 被截至了一条腿 等等 对方遭遇车祸的日子 正是精灵府开盘的那一天 合着就是今天 长逢 我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太先生 就我昨晚大半夜跟你说的那事 得益于他的提醒 要不是他的提醒 恐怕我很快就得大难领头了 太先生 幸会幸会 你真的是那种能掐会算的高人 李总 幸会 能掐会算这几个字不百担当 就是直觉比较准利 太先生 看看要吃些什么 张总客气了 我随便就行 太帅这句客气话 确实被张景天解读 成了他对高级西餐厅缺乏了解 所以不敢自我主张免得出处 那行 我就帮太先生点了 看这东西不多 但人均下来也已经过了 原本张景天还想给太帅做一下介绍 出国这太帅却是好客气的帅先动起了手 那贤术的刀叉人 以及生物时的气质流浓 这是那种有手泡前无所知识 只想这一夜暴富的毒鬼 太先生 这里的东西感觉如何 牛排还行 就是解冻的时间堂一 至于鹅肝 烟炙的时候 白蛋地方的少 驴子酱没问题 挺鲜美的 黑松露的话 味道还行 就是切片切得厚了些 然而这一开口 张景天却是愣住了 问太帅味道如何 也就是想问问太帅 能不能吃得管这个意思罢了 哪能想到对方说出这么一通来 太先生 对美食也有深入研究的 我来香榭里舍的次数不少 总感觉这里的食物有点瑕疵 可就是吃不出瑕疵在哪 先生这一席话 真是让我提不惯你啊 像是找到了农道中人士 李昌峰连声祈祷 谈不上有研究 就是舌头叼了你 不可能 看来之前搜集的资料有误啊 这是哪个呢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那么高品质的社会人 不知太先生是做哪行的 暂且的状态是 无业游美 我业游美 不知怎么了 越是这样 他就越觉得他却神明 旧明太帅能在一路走的情况下 就能说出牛排更恶干的问题 放眼者各江州的赏本圈 他敢说都找出几个了 打死我都不信你是无业游民 这顿高级美食在各级的校园里面接 已经三人走出新铁匙 李总 你是开车来的吗 对啊 怎么了吗 没 就是看李总的运堂 不太对解 李总今天最好是坐别人的车 另外 有时间的话 可以找人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 以防万一 太先生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太先生 这又是你算出来的 没开玩笑 李总最好是相信 张 谢谢今日款待 告辞先 老李 老张 你是想让我相信他说的吗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事 我觉得还是得谨慎一点好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了 我那辆车是刚提不久的 满打满散还没跑五千公里 不是迷信不迷信的问题 太先生主动提出来了 那你心里就没个哥的吗 也不差这一天半天的了 就等于讨个心安 来 我送你回去 回头我找人帮你开去检查一下 不被李长峰拒绝对余地 张景天拉着他就往自己车上 两名男子 你慢点 张总再三交代过了 要慢 一定要慢 当法拉里水上大道后 副驾驶上的男子一看到失速表去到了一百 立即记着喊了就来 不是 你慌傻呢 要我说张总就是谨慎过头了 这才五千公里的新车 保养才做完没多久 有啥好开去检查的 就在这时前方一辆出租车没打转向灯的突然变道过了 你大爷的 变道不打转向灯 这出租车是要上天与太阳肩并肩吗 法拉里里 家驶男子情急之下 在沙车 然而 沙车竟是没有半点反应 你给 我给你给 我也要与太阳肩并肩了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机缘之下认识李长风 并指点他 我回忆解 办公室 李长风正在查看陈诺的个人简历 看能不能比较一个合适的升级岗位 车子检查有结果了吗 李总 出事了 你说什么 出事了 刹车失灵 转上了一辆便到不打灯的出租车 听吧 李长风如早累计 脑海中浮现出香气李舍门口的那一字一句 李总 李总 先是直觉老张会被射陷阱 现在又是直觉我的车会出事 蔡先生 你到底是什么来的 先知吗 这次 见的不是人情 是命了 闲事 四千亿个的人才不定格在他的中文毛病史里 而这一事 靠着对未来六十年的先知 这个数字若是翻不了十倍以上 得去弄台电脑 下一步就是研制无瑕膏了 无瑕膏 一种能快速淡化疤痕 以及身体表层色素沉淀的神奇膏药 臭 接下来的三天 太帅为了找起那些回方 不停四处奔走 以至于李长风给跟张景天连番小赵都被他卷卷到 毛蚁头显的太帅 放下手中制作高的工具 打开了电视 江州政府 新议员的规划发展 由市委牵头 城建局 阁土局 发改委 商务局 更多个部门 挪走出了城中村改革的谈话 正是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 使得了金灵府的房价 一夜之间暴涨五倍 使得了周遭方圆 迎来了毫无征兆的寸土寸金 爸 政府要发展西城的那片城中村 这事怎么这么突然 您老之前知不知道 知道 什么 您老知道这事 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啊 为什么要跟你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琢磨着什么 我张卫民这辈子 两袖清风一心未攻 难不成到了晚年 还会把政府提前部署的规划 发展内幕 透露给自己的儿子 让他化身成吸血的资本家 张经国顿是苦碎阿然 因为这就是老爷子的作风啊 边上 素来都喜欢跟父亲 张经国拌嘴的张景天 难得的没有开场 看在一场真正 你要是相信 可入手怎么好 我要是有情 我会把纸盒楼盘 可惜 现在只有二十万 只能交两套的定金 太先生 你真这么肚定 信我你就试试 李智可以试吗 其实 张总应该更明白 比如一次性交十套定金 毕竟没有限过一 这几号 当时他压根就不当一回事 虽然自己也跟着神尸鬼 还得交了两套的定金 可他讲的却是当那二十万打水 但现在 爷爷 你确定千改发展这事 在之前不会有人泄漏出去 除非有人觉得 头顶上的乌纱帽太沉了 但会不会是有人 在不经意的某个场合中 说漏嘴 如果连这种被省里放话 绝不姑息的事 都能说漏嘴 你觉得他能坐上 那个知情的位置 太先生 你看市政 刚谈的新闻发不贵了吗 看了 太先生 我错了 我就应该听你的 就三天而已 仅仅三天而已 要是我当时 超一千万出来买下石套 转手至少能赚个四五千万 行了 说这些没用 有事吗 太先生 还不知道迷路了 明天我去接你 一块去把他两套房子打下 怎样 东府大街的路口 明天到了 再给我电话了 接 那就先这么说了 明天见 电话夸道 太先生 不介意我跟过去凑个热闹吧 没事 前几天的事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的提醒 恐怕我现在还得躺在ICU 刹车在华南快线上失灵 以我平时的驾驶时速 撞上私家车可能也许还有命 万一要是撞上货车的话 恐怕连他ICU的机会都没了 长僧 太先生的爱人可是在你华星商贸上班 这救命之情 你打算怎么着 我了解过陈诺小姐的工作能力 之前在业务部 都说是屈才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 已经提拔他成华星商贸商务合作组的组长了 但在公司里头 却是一个不受除国之外任何人管辖的特殊职位 那还差不多 请量别让他知道 明白 太先生放心 我肯定不会跟陈小姐说什么的 诺 恭喜啊 商务合作组的组长太厉害了 诺 我早就说了 以你的能力就该入商务合作组 在业务部真的太屈才了 诺 咱们以后该向你陈组长才行了 人是不选我 陈诺所在的张冲某全都废了 主要是太医马 这个不仅仅是生质这么简单 而是做国家的安排责责 而在那些显摇 极固恨的导贺声跟踪为圣主 陈诺也是发梦到了极度 陈诺 哦不 现在该叫你陈组长了 看来我是真低估你了 不仅能把合同拿下 还能让云仙网络那边 指名道姓以后 只接受你指示的合作 现在又是毫无征兆的 被提拔成商务合作组的组长 你这一路披荆斩棘的 可谓是前无古人 估摸着以后无来者了 不过 我听说当时云仙网络的杨经理 是不同意去签合同的 是你后来找到了老总张景田 对吧 对 怎么了嘛 没怎么 就说你有本事呗 连那个万花丛中过的浪子老总都能拿下 不简单啊 恐怕不止咱们公司的人得羡慕你 连云仙网络那些女主播都得羡慕你啊 真是小乔陈组长了 对于事件 那些员工似乎全都想明白了一些事 朝着那看去 你也是变成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凭借着前世纪 低价购买精灵祖房子 除了太帅 张景田跟李长峰全都傻了 因为前方手楼不外面 俨然就是一富人满为患的情景状态 人生领费的大牌场中 相比几几天前的门口 太先生 咱们来的真是金灵府吧 只能说现在的人 不乏在置业方面上的远瞻性 这种场景我一点都不意外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金灵府的房子都会是一房难求 太先生 我能冒昧地问你一句吗 你是怎么知道金灵府的房子会暴涨 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 没什么内幕 就是直觉而已 我一向都相信自己的直觉 就知道肯定又是直觉 太先生 寿楼不在那边啊 咱们现在不是去交钱吗 交什么钱 购房款项啊 谁说我要买了 我是过来卖定金订购书的 没给两人解释太多 太帅把目光锁定散了 一对打眼看去 就不差钱的中年夫妇身上 我让你早点来早点来 你飞不停 现在好了 这得排队排到什么时候啊 我哪知道会这么火爆啊 我就想不明白了 三四万亿平方的房子 怎么就整得跟菜市场的白菜一样了 抢手到这种程度 行了你别避避这么多了 你不是有朋友认识 金灵府的开发商吗 赶紧找你朋友通一下关系 看咱们能不能优先 房子不重要 咱们不缺住的地方 但外国与学校的学位 这是重中之重 没用 我今天一大早就给他打电话了 他也找了金灵府的老总 说是想偷关系优先的人太多了 没办法操作 只能一视同仁 要不咱们回去先吧 等过了这波高峰期再来看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们的耳盘别响起 过了这波高峰期 恐怕就不是三四万亿平方 而且一方难求的情况 还会更加剧烈 怎么说 你是干嘛的 你们可以帮我当成黄牛 黄牛 你意思是手上有金灵府的房子 房子没有 但是有一份定金认购书 可以转让给你们 不是 泰先生 你是要把定金认购书 给转让出去啊 你早说啊 直接卖我不就成了吗 这还至于跑去寻找客户吧 他总算是明白太帅之前 为什么一定要求定金认购书 可以转让 何止就是为了转让定金认购书 泰先生 景田说的没错 你要是资金紧的话 我可以支援你先把房子买下来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高价转让给我也可以啊 喂喂喂 法师讲些懒后道 你们啥意思啊 你这份定金认购书 我们要了 多少钱 你开个价 等咱们到售楼部里头 完成转让手续 马上给你付款 泰先生 卖给张景泉 跟李长风固然是能够赚一点 可携着未来六十年记忆重生 看着这先知的梦 他又岂会在乎这几句百十万 张总 李总 好有我心理吗 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面子 少赚一点无妨 但人情呛 我怕我会浑身不如 而且 以两位的实力 还不至于琢磨着 拿几套金领补的房子来吵他 令 张景泉跟李长风瞬间压口 想再说话 却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接了 然而让他们做我的事 汉率这种宝购义 都不会金钱所谓的一个事情的 以及把人叫二字 推到了丢于高度的做派 我手上有两套定金认购书 你们想买一份也行 两份也行 不过价格暂定 我得看看 售楼部今天的开盘价 是多少钱钱 没问题吧 行 那咱们这就进去售楼部 好 当太帅子的进去 马上就走 许经理 忙着呢 太 太先生 是你啊 许经理 我之前订的那两套房子 现在盘价多少 四 四万八 先生女士 这份定金认购书 两百万 如何 两百万 许童瞪大了双眼 这特朴 是万宁金认购书的 二百万出售 三天时间报上二十倍 这笔开发上还黑啊 什么 两百万 十万的定金认购书 你又一两百万转让出去 这是不是有点 狮子大开口了 狮子大开口 四万八一平方的房子 拿这份认购书去 两万八就能入手 本来需要将近七百万的资价 要你四百万就拿下 我管你要两百万转让费 很多分 被太帅这么一说 中年人愣 如果你嫌贵的话 那继续去排队吧 总有人不觉得贵 总有人会觉得有赚 不 太先生 你别听他的 不贵不贵 一点都不贵 两百万是吗 我要 我要了 这是我能做主 你手上不是有两套吗 两套我都要了 四百万 你把这两份定金认购书 转到咱们名下 两套 总共就一千二百万 但那两套房子的实际价格 在当下就能去到一千四百万 还别说这种火爆强势方圆情况下 一旦出现一方难求 价值更不止一千四百万 亏你还做半辈子生意 你连这点账都算不明白吗 许经理 还麻烦你帮咱们走一下 转让程序 好 这边请 许童表情复杂地看了一眼 太帅后 无法拒绝地带起了路来 二十万 三天时间就变成了四百万 这 这绝对是炒房界的前无古人了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凭借前世纪 用二十万三天内看了二十百 由于有白纸黑紫的承诺信仪在 很快 顶金认购书走完了转让的路 怎么说 别他妈跟老子中 我的人见着你去金灵宫来房 这 金灵宫的房子一夜报上期 今天开盘家庭中最便宜的也要三万多亿平房 你小子敢跑去那买房 财力行吗 怎么 买房之前你不打三八千的钱给我 急什么 说好了一个星期 这不是明天才到期吗 还有 我这就准备给你们送钱去 购手 赫赫赫 知道咱们的规矩吗 最好是拿现金过来 好 知道位置吗 要我给你发个定位吗 不用 安达财务公司不是吗 我知道地址 那就成 八点警号 我起好查工后高财神打架光临 挂当电话 太帅眼中透出一日寒忙来 签了签 他会还 一分不少连本带里的还 但是 这个高炮团货 他也绝对不会放工 他签是签钱还不上 对方弄死他 他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可对方千步该万步该去威胁陈农 所以这笔账 太帅不仅要送 还要往死里送 老张 你说太帅会是大腿吗 大腿 怎么说 宁愿少赚一笔 也不愿意成咱们的人情 另外 十万定金 敢从容开口开价二百万 这像是一个烂穷毒鬼吗 还有 我察觉到 当时那名中年人说他狮子大开口时 他不慌不忙之余 气势竟是彻底压倒了对方 要知道 那可是一个身家资产 对不计都有几千万的拙 而他则是你口中的烂毒鬼 虽然我也不愿意相信 但从我打听到的来看 他之前的的确确就是 一个没有底线可言的烂毒鬼 不仅是毒鬼 还是酒鬼 而且弯囊从包到了极点 不过奇怪的是 从我接触他的这几次来看 什么毒鬼酒鬼这些 似乎从他身上就看不出 一丝半点的痕迹来 我是真的大了闷了 他不是把那一切都推到直觉上吗 咱们可以再试一下 试试他是不是真有那么神 怎么试 到时你就知道了 不说江州本地人 哪怕是一些在江州住人 都知道这是一个打着财务旗号 失责却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公司 被这家高利贷海的家破人忙 早就已经不再上书 彪哥 人来了 还他妈傻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咱们的高财生给迎进来 高财生 来 尝尝我这上好的毕罗春 老板给长的好东西 喝喝 喝茶就不用了 彪哥 连本带力都在这 两星了 这么着急干嘛 不急不急 彪会喝 高财生 要说我就佩服你们这些上过大学 来钱的门路广啊 说说呗 最近是找了什么发财的门路 跟彪哥分享一下成功 中了一柱福利彩票 操 耍我的 福利彩票那万一 就这么恰好被你给中 彪哥 难道你们公司 还要领清客户的钱的来源头 操 真不肯说 没啥好说的 行 不说是吧 那咱们就好好算一下利息啊 二十七万是几天前的 这又过了几天 肯定不能是几天前那个数了 这些规矩相信你都懂的 别不为难你 三十万 连本带力三十万行了 规矩我懂 所以我也没想着 二十七万能有数 这里头正好三十万 你不数吧 彪哥 三十万没错 行啊 高财生 看来是真找着了生才知道啊 那个 要不要彪哥给你介绍个高级点的场子 比你以前长去的那几个场子高级多了 里头还有特殊服务 只要你想泄火 随时都有资源提供 一个塞一个的 肚吹牛逼 长得都跟明星似的 前世 为了报复这些高炮 他可是打了不少时间跟心机进去 奈何一次次都被对方长着保护色 也化解了意义 于是探设很配合的装出一副心动力 还有这种包级的场子 操 难不成我还骗你吗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彪哥可以介绍你去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 生面孔的对得上街头暗号才能进得去 在哪呢 枫叶大酒店 去了会有人问你有没有预约 你就说是彪哥介绍你来的 完事会有人带你到十九了 到了上面 会有人问你外面的天气如何 你就回答局部有选这四个字 行 谢谢彪哥 不客气 彪哥在这助你胜手开心愉快 承彪哥急眼 戴帅走后 紧着彪哥掏出手机打几个电话 彪哥 这小子能有多少钱啊 之前还是家徒四壁的穷鬼模样 你怎么把他介绍到枫叶酒店去 这你就不懂了 这水鱼又是爽夸的连本带利还上三十万 又是去金陵府那边买房子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就一夜暴富发达了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手头上的钱指定不上 所以不计都能备载个几百万的 彪哥 老板说过 让咱们在枫叶大酒店的事上紧盛点 别太张扬了 以免招来麻烦 就那松包了的 还能给咱们带来麻烦 走 要是能被他啄了眼 那老子就算是被老板夺了喂狗 我也认了 再说以咱们老板的能耐 又岂是这些臭鱼烂像能掀得起风浪的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决定深入枫叶大酒店调查证据 太帅对这个窝点也不陌生 前是为了报复高利贷团户 他后来也顺着摸刮地找到了这个窝点 先生 请问你有预约吗 彪哥介绍的 彪哥介绍的 来来来 老板这边请 一出电梯 马上有二十四小时轮班助手在这的马仔奔跑 嗨 大听一下 外面的天气怎样 局部有险 老板 请 任谁都想不到 看似这个企业 在江中几天一日 甚至带不上好的工业大酒店 还有如此别的胜片 太帅脸上装 不抗补的事 一次性直接兑换了一百万的筹码 再次朝那些主动再去 上言期待临近 一百万的筹码已经输得一辆尽 曹 侦探娘的呗 这时 一名端着香槟 看不出连几个摇摇女子 朝他走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 一个小时不到 输了一百万 连黑试鸡吧 哥你你们没火气 伤安勿躁 伤安勿躁 守风不顺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既然守风不顺了 那就停下来些会吗 看你生面孔 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既然是第一次来 那就别落下咱们枫叶的上帝服务了 这儿 可是男人的天堂 可能快会一番之后 守风就能顺起来了呢 不是 你谁啊 哥哥 介绍下 这儿的人都叫我红姐 可以说是这儿的管事 管事的呀 太帅故意整出一幅爆发我的嘴 关于特殊服务 我也听彪哥说了 哪呢 彪子 是彪子介绍你来的 看来你跟彪子关系不一般了 红姐 带这位上帝去体验一下 咱们风夜提供的快活 对了先生 那可不是免费提供的 基础服务一万八 进一步的两万八 深层一点的三万八 反正有不少档次 还有君王套 帝王套什么的 到时姑娘们会给你介绍的 没问题吧 不就钱的是吗 没问题 那就行 祝先生愉快 你他妈能不能别整天一副四人脸 之前现在的日子太好过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快带客人进房间 一进房间后 太帅马上来头看向四周角落 本娘的想查看一下有没有摄像头 你是在找摄像头吗 放心好了 房间里头是不装摄像头的 私是知道太帅的意图似的 女子有点麻木 说到 接着 伸手就要脱掉伸手的衣服 你干嘛 不用脱衣服吗 咱们聊天 会被人听见的吗 没有 房间里头不装摄像头跟录音的 怎么吗 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吗 三个月前 我还在上大学 上大四 是不是很意外 嗯 那你怎么会到这上班 你是好人吗 不会 我是单亲家庭 我跟我弟被我妈一手拉扯大 我弟现在还在读高三 三个月前 我妈身体出现严重问题 医生说了 需要五十万 可对我们家里来说 五十万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当时情况紧急 我知道一个叫安达财物的公司 能借钱后 就去找了他们 他们也如我所愿 一次性借了五十万 我想着先把钱给医院那边救我妈先 然后我再到外面慢慢想办法 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我根本就想不到任何办法去还那笔高利贷 当时面对这种走投无路 我想过彻底放弃尊严 去干我一直觉得肮脏最下贱的事 那就是去找有钱人包养 但是对方一听到我要一次性拿五十几万号 全都走了 还款日期到了 我还不上钱 安达财物公司的标哥就找人把我抓回了他们公司 他们给我看了两段视频 一段是我弟弟在学校的视频 一段是我妈在医院的视频 他们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马上还钱 要么到枫叶大酒店上班抵债 否则我弟跟我妈就没命 我没得选择 哪怕知道所谓的上班是什么意思 都没得选择 那你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班 还欠多少 欠多少 还不清的 只会越欠越多 你说 我一开始时太天真了 以为上班就能还清那笔高利贷 可没想到 钱他们的那些本金每天都在利滚利 每天都在叠加 而且上班一个星期后 他们就往我身上强行注射面粉 让我彻底上瘾 让我不得不从他们手上买面粉 一边是面粉 一边是利滚利 你认为还还得清吗 你没想过逃 想过 也逃过 上次我跟小秦在一个夜里一起逃 但是不到半个小时 他们的人就追了上来 我被吓得摊在地上 小秦还想逃 但被镖哥开车一头撞死了 我被抓回去毒打一顿号 他们威胁我说 再敢逃跑 我妈跟我弟就得死 他们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这三个月里 除了小秦之外 后来还有两个女孩被活活打死 我亲眼见到的 你不怕我把这些说出去 要是被枫叶大酒店的人知道 你就不怕自己没了活 怕 但我也想赌最后一次 因为我没有任何逃出去的可能 除非枫叶大酒店的势力被瓦解 除非我被叔叔解救出去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深入调查证据 进入尾声 彪哥当时撞搭那个小秦 是开着什么车的 车牌号你还记得吗 车牌号是将AJ311K 话声落下 他记着问道 你 你是来调查枫叶大酒店的叔叔吗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 最好不要再跟任何陌生人提起 除非对方是巡查组的组长 另外 把这房间弄得乱一点吧 弄得就像是服务过后 然后你自己出去 说我要的服务套餐 是第三档的三万八九起 我去洗个澡 完事再出去 先生 体验如何 不由所知 食髓之味 哈哈 能让先生感到愉快 那就是对咱们这儿的最大褒奖 彪哥接了一通电话之后 屌丝果然是屌丝 难等大堂吃亚的屌丝 彪哥 彪哥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嘞 不是难等大堂吃亚 是难等大亚之堂 我他妈自创行不行 用你他妈来教我吗 彪哥 咋回事 你刚才说谁呢 高财生 他刚才去了枫叶大酒店 不到一个小时 就输了一百万 后来碰上红姐 红姐让他去找特殊服务 快活快活 看能不能转移转手风 那小自国真去了 还点了个三万八的套餐 完事后回到赌厅 把输掉的一百万 跟那三万八套餐钱都给赢了回来 不过一回本立马就抽身走人了 彪哥 彪哥 我又不好意思说了嘞 他这不是等于白嫖了吗 白嫖 但真的 有他哭的 枫叶大酒店这种场子 一进去就别想再上啊 等着他的职汇是倾家荡产 他那媳妇挺好看挺带劲的 等他到时借了钱又还不上 就抓他媳妇去枫叶上班 老板速来都中爱那些人气 等老板爽班后 倒是老子去跟老板说一声 咱们几个轮流爽一波先 谢谢彪哥 从枫叶大酒店离去 太帅先是到电子城买了台赴银机 然后再回到出租屋 根据前世所搜挂到的那些线索跟证据 他一一在电脑上快速地发成了文字版 彪哥尬了几个人 为什么尬 这么尬呢 还有他的老板斯天晴 主事的红杰 六毛不散 无法跟从枫叶大酒店 这个灵灭人性的窝点 等等等等 都被太帅是无惧细地给弄了出来 那位 江组长吗 喂 是我 您是谁 江组长 巡查组的这波尾马枪 又是本身孙牵起来的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喂 江组长 我是热心事 我知道巡查组这波尾马枪 又是本身孙牵起来的 但要是没我走 估计你们这回又得不通而言 你的帮助 你的什么帮助 江组长 就在你们住点当局外 出门朝气 五十米后 就是一条绿化台 沿着绿化带走二十米 里面会有一个文件带 一条装着十八页文件 这份文件足以让子续查 把这部尽体实力 接下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说了是热心事 其他的不重要 实则是病 我怕那个文件带 也是被人给看不错 江组长最好是赶紧出去 亲自去拿 派帅说完 直接挂断电话 派帅记不止 人家们都没怕 为了赔出我们下后来 几乎是进入到了 一处废寝忘食的状态中 这时 出租不开门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谁诺根悠悠从外头走了进来 爸爸 而边上表情冷漠的沉 则是有种谎 无可视的陌生感 因为太帅给他的感觉 跟着几点固有的人渣出生形象 仿佛一直盘着两人 这屋里半个酒瓶都没有 半点酒味都没有弥漫 还有 听明据说 他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这 还是那个毒鬼酒鬼人渣 诺 你们怎么回来了 看来你是真把高丽带给还清了 不然恐怕这会儿就已经见不着你了 对了 爸爸 今天是你的生日 呦呦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因为爸爸的生日 跟隔壁家的小虎是同一天啊 刚才我跟妈妈回来的时候 小虎爸妈正在给小虎唱生日歌呢 那悠悠跟妈妈 真是回来陪爸爸过生日的吗 打住 我就是回来看你 有没有被那些放高利贷的抓走而已 看来你是度过这一难了 诺 我有过 咱们带悠悠一起出去吃顿饭吧 就当是庆生了 正当趁我准备冷漠咀嚼的时候 我知道你看我无顺眼 但无论再怎么说 一日敷七百日恩 出去吃顿饭 就当是为了陪悠悠 委屈你一下 行吧 诺 这是一种能驱八除痕的膏药 我给他取名无瑕刀 你拿回去 一天擦两次 早晚擦 三天就会有显著效果 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弄这个 嗯 制作工具很繁琐 所以折腾了几天 说吧 便抱起悠悠 悠悠 咱们去吃大餐了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带着悠悠准备出去吃饭 庆祝生日 你可别跟我说是去百花旋转餐厅吃饭 怎么了 你知道这的人均消费要多少吗 知道这儿的一杯牛奶都要一百多吗 我知道你现在手上有点闲钱 但我希望你有钱时 别忘了没钱时 不完成简陋转来的那点钱 可不足以让你像个爆发户 试得那么挥霍 咱们一家三口吃顿饭 这怎么能叫挥霍 碰巧又是我的生日 还有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要是以后能有机会在里头吃饭 肯定会是很理智的想象 百花旋转三平 承诺向往了 肯定向往 最起码在他还没对太帅彻底死一些事 妈妈 我好喜欢这里啊 妈妈 咱们进去好不好 罢了 总比你拿着曙光墙 进去吧 那就 耶 爸爸 咱们进去了 爸爸 我要这个 我还要这个 这个 这个 都要 看到电子材那是拿些色彩丰富的食物 悠悠却越得嚷了起来 行 悠悠想吃什么 爸爸就都别 小孩子不懂什么 你不用惯着他 浪费钱 没事 难得悠悠开心 若你看你想吃点什么 我随便就行 那好 我帮你点 太帅清除书也下简单 不知怎么 看着太帅他干定太人的清除书 陈墨竟是犯起了一种错觉 就好像太帅很熟悉这儿似的 可这怎么可能 就这种人均消费 根本就不可能是我觉得他能消费得起的 诺 你工作最近怎样 呦 这不是咱们的陈组长吗 你是 哦 自我介绍下 陆海涛 化星商贸的副总 之前是陈组长的直属领导 现在陈组长 盘上高知平步青云了 我就管不到他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陈组长的老公嘛 都说陈组长的老公 是把赌场当家的赌神赌胜 赌神先生 这是在赌场大杀四方了 不然怎么跟陈组长来这儿吃饭 这里顿饭下来 没个几千块 可是打不住啊 陆总 你有完没完 我在哪吃饭关你什么事 我是干了什么得对你了吗 嘖嘖 陈组长别这么大的火气吗 一场同事 先着打个招呼 这不是应该的吗 难道 难道你是怕我不小心说出些 不该说的话来 影响到你跟你那个 赌神老公之间的感情 陆海涛语发阴阳怪奇的心目起来 陆总是吧 你什么意思 陈诺这是招你惹你了 太帅 咱们走 没必要跟这种人废话 陈组长这是急了 怕我把陈组长那些不光彩的事 捧出来让你的赌神老公知道 陆海涛 你个王八蛋 我陈诺行的正做的正 有什么不光彩的 赌神先生 恐怕你不知道 你的老婆有多能干嘛 不只把报价比竞争 对手高的合同拿了下来 还让对方老总指着道姓以后 只认可他来组织的合同 据说他去签合同的那天 是直接跟对方老总在私底下谈的 关事没几天 在咱们公司 就像是做火箭式的一次性连生几集 你说你媳妇是不是很能干 因此那语气以及细血的深情 哪怕在缺心 陆海涛的前外之一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签合同的是你知道 他就是见不得我升职 所以才凭空捏造污蔑我 见不得你升职 我堂堂一个副总 会在乎你升职不升职的 难不成你还能威胁到我 他仿佛已经遇见到 太帅打发雷霆 对陈诺大打出手 母马肩的画面 然而 你总是吧 你什么意思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听不明白 我说你背绿了 背绿了懂吗 就是头顶一片青青草原 听明白了吗 你的老婆为了升职 把你给绿了 从而实现了职场上的连生几集 懂吗 下一秒 下时间 陈诺呆弱无忌 以前自己率率被人调戏时 太帅非但跟个驼鸟似的 不敢自分半句 相反回到家后 还得给拳打脚踢进行家暴 我尼玛 你应该庆幸 现在是和谐社会 你 你 你完了 你他妈完了 老子这回不把你送进开销所 我跟你信 说着已是把手机掏了出来 太帅 你快走 想跑 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妙吗 于此故事 餐厅身处的包厢通道 张景天跟李长峰丙肩走了出来 那边怎么回事 能不能改改你那见着热闹 就想凑的臭毛病 赶紧走吧 人家餐厅方面会处理好的 不对 这 这怎么看着那么像太先生 太先生 是他们的 李长峰你总是着急 帅先往那边 快不走过去 别人的事 也许他不会管 但要是扶刀太帅 他不能不管 因为这是救命的人 陆海涛 怎么是你 李总 我刚才看到 陈组长 陈他的老公在用餐 却过来打个招呼 说了几句 没想到他老公一言不合 就对我动手 还把我打倒在地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正在赶过来 李总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重生回到六十年前 我在餐厅吃饭 却遇到承诺阴阳怪气的同事 之所以敢这么含糊 妻子的跟李长峰诉苦 是因为陆海涛觉得 不管李长峰相信于苦 他都敢肯定 李长峰会站在他那边 毕竟李长峰最为疼爱的故马 就是他的救马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在华星商榜的互动经历 这把交易才会拿完门库 用脚趾头去想都知道 这货肯定是在混淆是非 虽说他跟太帅相识不久 但不至于对太帅的为人 一点都不了解 像太帅那种人 绝对不可能会轻易动手 刚准备像太帅太帅 李总 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是在颠倒是非 上一次是在公司 这次是第二次了 陈组长 你说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总 夫妇总对我升职的是不满 在公司造谣污蔑 我是用不正当不光彩的方式 换来的升职 我忍了 现在我跟我老 那就老公被陈诺营省省的咽回去 现在我跟太帅在这吃饭 不巧又遇上他 他跑过来掀饰一顿阴阳怪气 然后又拿在公司室说的那一套 来给我泼脏水 言下之意在说 我跟云香公司的老董怎么怎么 所以才换来的那份推广合同续签 才换来我的升职 还借此来羞辱太帅 太帅气不过 就动手打了他 刚一感到的张景田听到这话 瞬间懵逼 这还把他给扯上了 我怎么诬蔑你了 我有说过 你跟张总怎么了吗 我提过名 还是道过信吗 看到李长风把隐沉下来的颜色 以及张景田的出现 陆海涛都是黄了 老李 听说这货喊你就妈当姑吗 是吗 一马归一马 在陆海涛跟陈诺之间 毫无疑问 他相信的绝对是陈诺 陆海涛是什么尿性 他清楚 仗着自己有点能力 以及那点所谓的亲戚关系 在公司里一副指高气扬的官僚派途 但是过往 他忍了 哪怕上次知道陆海涛故意刁难陈诺 他也忍了 可他惹的是他的救命 陈诺是台帅的妻子 张景田是他最好的 然而这次不仅早要去污蔑陈诺 还羞辱太帅 别带着把脏水都往张景田身上泼了过去 一马归一马是吧 好 哥们谢过了 张 张总 张总 我他妈让你嘴见 我他妈让你给我泼脏水 张总误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张总 泰先生 陈小姐 抱歉 没想到上次签合同的事 给你们造成了这种麻烦 张总言重了 我感谢您都来不及 要不是您上次签了那份合同 恐怕我回去就得卷铺盖走人 现在就得失业了 而泰山则是个动声色的张景田大哥眼色 后者一时很是向我 没敢在陈诺面前说太多 老李 就这种货色 你还能把他留在你这公司 就因为他喊你姑妈一生就妈 小人一个不说 还为高权重坐着副总的位置 小心哪天把你坑的后悔都来不及 哪位抱得紧 谁打的人 一场误会 回去吧 张 张公子 对于老书记的这位子 不说是叔叔 江州三教教流日识的都不少 是这傻十三抱的紧 是不是误会 问他吧 先生 是您报的紧 误会 误会 都是一场误会 对不起 跟你们太麻烦了 你确定真是误会 确定没事了 确定 不确定 没事了 真没事了 那好 不过我得给你提醒一句 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就报警 王牙说 你这是在报假警 浪费咱们的公安系统的警力 是 是 我错了 目送叔叔走后 李 李总 我 不用说了 回去收拾东西 离开化星商贸吧 能力不行 我可以给你机会 但人品不行 人格不行 我李长风不敢攻 别攻不弃 这场闹剧 以陈诺想不到的结果 落下了帷幕 太师非但不需要 为自己动手打人付出代价 相反 陆海涛还被当场给吵了 陈诺总觉得不太对劲 而他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这一切只因为太帅的存在 刚才的事 谢了 太先生 说这些干嘛 什么谢不谢的 我早看 你玩意不顺眼了 现在也就是带着机会 收拾他一顿而已 话了 也不再跟太帅藏使业者 转而开门见山道 太先生 不知你对吴时有没有兴趣 明天西郊那边 说是有批料料回来 估计挺热的 要不要跟咱们一块 过去凑凑热的 开帅不傻 他知道张景天 这是为了试探他的直觉 从而全好 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结交 西郊吴时 这又是一个简陋的大好机会 什么时候 就在明天 那我明天去接你 嗯 行 谁啊 姐 是我 这种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 你是怎么住得下去的 那你让我解回咱们家里呀 行了 别整这出 我不爱听 找你就是说说你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